说好了点赞满2万安排下一期吗 没想到到今天我拍这视频之前 还没有 也太心酸了吧 我一般都直接让点赞满20万我才拍下一期 快不得我从来都没有第二期 因为不满2万说真的不好意思 网红临时撤屏这个项目就不做了 那我们今天要来干嘛呢 网红美食试吃 请问和测评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大好吗 一个是测评一个是试吃 哎咋的 我就要给自己早点台阶下去啊 你只是想找个机会吃东西吧 或者是想怎样 来吃第一个 热量炸弹 惨死我们了 惨死了 他保质期也就两三天嘛 说我们整个就是很紧张很紧张 明明是自己想吃 把他怪在保质期短 哪有 就我不想吃 你们先来吃一下吧 比如说我妈妈告诉我不要浪费美食 我已经能够想象你待会吃的有多香了 真的 千里苏他家这些小甜品 感觉就很容易胖 因为你知道我们就特别特别惨 我就想说偷偷悄咪咪的拿一个他里面 看上去最不好吃的来吃 我就拿了一个这种 看起来很普通的又松面包 面倒这个超好吃 这个真的好隆重 感觉以前这是皇帝登机的时候才会知道 这么厉害的东西 哪个皇帝要吃这种啊 这个是芋泥辣松 然后另外一个是紫薯盒子 哇他家的肉松给的真的很实在 蛋黄沙拉虎皮卷 真的我本人巨爱吃虎皮卷 他去山姆超市买了二十几个 自己一个人吃完的 我现在说话我老流口睡了 我们一样咬一口给他们看看里面 他这个面包皮超级薄 里面整整一大块马蜀 我觉得此刻真的好幸福哦 这个时候就很适合把相机关掉 然后看一部剧啊 我觉得这个三明治长得很像一幅画 就西洋西夏图 拿来 怎么样好吃不 你给我吃一口 它口感很特别 你又没有给我吃一口 然后又有幼松又有麻薯 又有蛋黄又有奶油 好丰富哦它口感 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觉得跟上一个味道是一样的 只是换了一个形式 换了一个外战 肉松给很多诶 我的那个掉了 这什么 怎么样 哇 这是我的brow 怎么样 好好吃哦 我觉得好好吃 清爽哦 我觉得这比你这个清爽哦 嗯 我会很腻诶 这个有点感觉就是甜加咸 这个里面感觉有薄荷诶 你有没有吃出来 没有 那可能是我制作的多情 这两个的话我更喜欢这个 我也更喜欢这个 中间的那个 蜜泥 嗯 也超扎实 好美味吃哦 真的好好吃哦 给大家介绍一下 昨天我们逛超市的时候买了这个 红西柚精酿 这是一个西柚味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买它呢 因为它这个瓶子好看 哈哈哈哈 创大发竟然说要把它拿回来做花瓶 又能喝又能有免费花瓶 一举两得 重逼法则 嗯 嗯 怎么 脚啊 我找这个很难喝哦 很好喝啊 真的假的啊 红西柚就是这样苦的 你不喜欢苦对不 这个配之前这个东西 真的太绝配了 它很简腻 你有没有觉得你喝完这一口之后 突然又很想吃了 没有 一口一小口 就你要回味它的甘甜 你知道吗 天空是微暗色 窗外有前之后 好苦 就很像吃那种西柚皮 这些人可会耍酒疯了 借着酒 来做一些自己 恶不敢做的事情 欺骗了多少无辜少年 我没有 一次呢 要脱裤子 跟路人比饥饿得大喝 第二次呢 在路边睡觉 然后第三次呢 在路边逮着一个就要骂 我当时在旁边 我可害怕了 然后他别人把我夹 鼻子都打烂了 像说他的生命不重要了 我的鼻子都打烂了 这虎皮脚好像一辆货车 起来有点像那个板栓 感觉而且好重吧 他真的可以砸死人 因为他路上吃吃吃 我看到那屌子 还砸过去 很亮晴那个ICU 一层虎皮 一层沙拉 一层蛋黄 一层虎皮 我怎么感觉好像吃过的 我发现讲好吃是好吃 但有问题 没到都一样 真的这个三明治 跟这个我们买一个就行了 哇 给大家看看我在星巴克 买个新杯子 好看多 皇家贵族用的纸巾 我们帮塞 我完塞以后呢 都要屁眼 都是要用这种珍贵的纸巾去插的 而不是我们用什么潮子 所以我饭丝子才配得上我们的屁眼 你拿过来 我刚才去看他饭死则会被告我 我现在可是喝了酒的 你不要惹我 保护好自己 我眼睛没有下 你放心吧 我视力好得很 该吃的甜的 像是一口红的 优质良品的 这个泡椒味的鸭掌 就这个品牌嘛 在我小时候真的是那种 大富人家才吃得起的 这样年纪轻轻的 我已经实现了 幼稽两本的自由 没有啊 他昨天买的时候说 只买一包 因为太贵了 超大的 比起一般的卤鸭状 卤鸭状 骨鸭炸 还很好吃的 嗯 好好吃哦这个 它跟一般那种鸭长不一样 它就是像有一层 果冻包裹着的 好好吃哦 它的味道就是刚刚好 不会觉得很辣 但是又有一点鲜味 这个真的好开胃哦 我现在感觉又能 重新开起一轮吃播 又泡椒又加卤味 它连骨头都是 感觉像新鲜的骨头 打完折12块 哈哈 12块钱 明天去批发 嗯 好吃 第三个要吃的 也是我看别人视频里面 超种草的感觉 就超好吃的 就这一个 我感觉像个软糖 包装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少女 你们绝对想不到 它就是个肥肠 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肥肠 要做这么可爱粉嫩的包装 就是你这种油腻的人 就很喜欢穿一些清新的衣服啊 就是同一个道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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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做兔娘娘丝房菜 光是谁 那火爆肥肠 这几个说 我已经觉得 我不死了 肥肠 哈哈哈 它是肥肠 又不是牛鞭 哈哈哈 你是肥 我是肠 谢谢 你什么肠 我肠 谢谢 哈哈哈 谢谢 加热后风味更加 你去加热一下 快 现在就已经把它加热好了 哇 赶快赶快 快赶快赶 前面吃了好多甜的东西 可馋着一口了 稍微有点辣 但是好好吃哦 就是有一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给你们看一下 惨死你们 这个太适合我们这种懒人了 就 加热 它直接就是一道穿彩 好啦 它这个虽然是那种包装类的东西 不会有那种很不新鲜的感觉 嗯 我真的超级爱吃肥肠 我跟你们说前两天我和穿彩发去吃穿彩 吃到的肥肠都有骚味 一 这个没有骚味 而且这个我觉得有点很好 就是它是有嚼劲的 但是不是那种嚼不烂的 太有嚼劲了 整个像那种口香糖一样嚼都嚼不烂 肥肠海鲜饼 但是这个真的有点太辣了 如果我们喜欢吃辣的话 一定要吃与吃 惨死你们了 想吃不 我真的觉得我们两个是大胃王 你才是大胃王吧 车车 车车发你真的是想胖死吧 螺丝粉 最近我就发现有好多好奇特的螺丝粉 我就可想尝一下了 原本我今天这视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臭豆腐螺丝粉 它就是有那种实体餐饮店的 我们前几年看完卖就有忙 我想吃一吃新鲜的 说不定更好吃呢 大彩雷哦 我觉得好难吃哦 我一开始真的可抱期望了 我想说哇靠 臭豆腐 螺丝粉 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是哇咯 这感觉吗 没有那这两个加起来以后是 嗯 哈咯 今天想要测评这一个 开封菜 KFC 这个就是肯德基出的螺丝粉 他前两天跟我说我还不信 这个最近在网上还合伙了 怎么感觉量很少啊 还真的很肯德基的风格 就是那个图片看起 这么不达 收到时候这么贴 你量这么少 你干嘛要做个这么大的盒子啊 是吗 你少吃一点不行吗 在盒子上面写一句话 来捐刺你们这些单身狗 嗯 你不是单身狗 你要是想我是单身狗 我也可以变单身狗 与其缩粉不如刷卡 我觉得我们有点错怪他 煮出来也太满满当当的一碗了吧 那也不一定好吃啊 我觉得闻着不臭 还有没有灵魂 挺好吃的 好吃 肯德基对不起 煮的时间挺长的 但是它好筋道哦 它混上去跟盛上去 不像是一样东西 你就知道 我觉得它赢就赢在 它的那个笋味特别足 它里面这个笋的鲜味都有进去 它的好吃程度不亚于 不亚于好欢 说实话吃到现在 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多大的食欲了 但是这个好开胃 这个就是你吃饱了以后 你仍然觉得我能吃 难道不是因为你胃大吗 很得地打钱 刚才我煮的时候 我问他要不要下个蛋 他还说我已经吃得很饱了 不要 他说待会那个螺丝粉 我就吃两口啊 现在我只想点一杯coco 但是我想一个人独享 这样一个人吃 我道歉 那怎么道歉 给我买什么开头 给你买 K开头 KFC K开头 King King Kardashian 别吃了别吃了 还有别的呢 大胃王 你以为结束了吗 还没有 这个我也是看别人吃品 那超重草的 而且贼便宜 欧洲特产土豆片 这是薯片吗 它看着没有什么食欲 好简陋哦 这个包装 你可好吃了 我这不亚于乐视 那你以后别吃乐视了 你吃它 of course 很浓郁的辣椒粉味道 很好吃 挺香的 很辣 给你们看看 给你们听一下声音 就很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的店店卖的辣条 我一定要吐槽一下 它的这个量 特惠家庭装 这家庭装哪够啊 这个不够网餐洗塞牙凤的 拜托你参考一下 人家乐视的分享装有多大 乐视的也没有多大好吗 乐视分享装很大 我妈没吃过 by the way 乐视我只吃黄瓜味 黄瓜味的乐视最好吃 还学人家by the way 真是笑死了 有没有不吃黄瓜味的姐妹 口温依依 我看下有多少人 不懂欣赏人间美食 因为我觉得黄瓜味有一股怪味 很甜很香 很怪啊 我喜欢北京烤鸭味 原味 还有那个红色的 就真的不像我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吃北京烤鸭 直接叫五星级大厨给我弄 不需要是吃个北京烤鸭味的薯片 那你干嘛不直接吃黄瓜呢 黄瓜又没有薯片那么的 despansive咯 出出我高级的特性 就是得吃黄瓜味的零食 我是来自鲜切的 好啦 今天这个网红零食 诶 试吃 不是测评 呵呵呵 因为点赞不够2万 测评栏目已经消失了 然后如果你们还想要看下一期 哈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收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你把相机关掉 战畅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